瑞瑟农会用花莲优质的农特产品作为第一线防疫人员的后盾 发起防疫蜜香红茶包的募捐活动 立刻获得19家的茶行捐赠共34,500包的茶包 失值将近69万多元 今年完成分箱包装后交由县府统筹处理 为防疫工作尽点绵薄之力 来自各个茶行茶农捐赠的蜜香红茶包堆满桌 农会人员小心仔细的清理包装 准备用蜜香红茶品 独特的蜜味香气 慰绕防疫人员的辛劳 侯运温润的茶汤来疏解他们的防疫压力 让花莲优质的农特产品成为防疫最有力的后盾 我们都知道台湾的COVID-19疫情蛮严重的 我们的防疫人员跟医护人员也非常的辛苦 所以本会就透过这样的一个募集的方式 募集了三万四千五百包的蜜香红茶 希望能够给我们这个防疫人员一点点的这个慰绕 募集防疫限定的蜜香红茶包 瑞瑟湘农会等高一呼 瑞瑟湘五鹤茶区以及南区玉里镇赤柯山 富里湘六十淡山当地的茶行茶农热烈响应 在短短不到一周内就获得19家茶行 总共捐赠三万四千五百包的茶包来力挺防疫人员 农会人员也从24号起码不停蹄地分箱包装 希望尽快将茶农的心意送到每位防疫人员的手中 那我们这三万四千五百包的茶包 我们会交给花莲县政府统一来处理 然后分送到各个的防疫人员或者是医务人员的手中 那这三万四千五百包来自于19家不同的茶行 那我们这几天也透过我们农会的工作同仁 把它分装好了 那我们希望每一个这个防疫人员都可以喝到我们各家茶行的一个爱心 19家茶行再加上农会在内总共募集到了三万四千五百包的蜜香红茶 市值将近69万多元 总干事黄胜黄表示 今天全数完成分箱包装后 这些防疫限定的蜜香红茶也将交给县政府来统筹 希望以在地优质的农客产品 也能为花莲的防疫工作尽点心力 记者石玉兰瑞穗采访报道